黄欣颖公开恋情后被拍,与男友实质紧扣好恩爱,南方媒马国名高大。 2月23日,据港媒报道,记者拍到黄欣颖与新男友尼蒙恩爱出行的画面,这也是她公开恋情后,首度被拍到跟尼蒙同行。 当天,黄欣颖穿着黑色外套和牛仔裤现身街头,她头戴棒球帽和口罩,打扮非常低调,让人差点认不出来。 一旁的尼蒙穿着T恤,脚灯拖鞋,身上还背了一个大包,造型非常朴素,与路人无异。 两人带着爱犬出门逛街,期间他们手牵着手,食指紧扣,并深情互望,表现甜蜜。 现年34岁的黄欣颖,是港姐选美比赛出身的。 比赛结束后,她得到TVB力捧,同时吸引到世地马国名的目光,可为爱情事业双丰收。 年少气盛的她,没有好好珍惜所拥有的一切。 她背着马国名恋上已婚的许志安,消息一出,外界震惊不已,纷纷流言指责她与许志安,令两人事业跌到谷底。 在人生低潮期,黄欣颖遇到了鼓手倪猛,对方一点不嫌弃她,陪着她走出阴霾,令她备受感动。 仍放不下演艺事业的她,早前卖掉了过千万的豪宅,在倪猛的帮助下自费出唱片,正式重返演艺圈。 虽然她复出后推出的首支单曲点击率很高,但网友们只是想看她弄出什么花样,听完后评价都不好,不少人指责她脸皮厚,不顾及郑秀文的感受。 对于黄欣颖付出仪式,郑秀文受访时谈及了自己的想法。 她认为无论经历过什么,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开始。 不得不说,她真的很大度。